第1個氣色 首先我們觀察色的過患 觀色之患 如果有人摊著美色 種種的煩惱的火 都會次然燃燒起來 來燒害人生 就好像火燒金銀 金銀雖然很穩定 但是火一燒它還是會融化 就好像煮廢熱的蜜 蜜雖然很甜 但是它煮得非常非常燙 雖有色味 可是一吃以後燒身爛口 金銀雖然很寶貴 你抓了以後就燒身 蜜雖然很甜 不錯 但是煮得很燙 一吃就會爛口 所以 金 蜜 都要趕快捨棄 如果 有人染濁 妙色 美味 也是如此 好 瓜五二 好惡在人 色無定也 何以知之 比如說我們遠遠看見所愛的人 心裡就產生喜愛的心 如果遠遠看見怨家惡人 心裡就產生怒害的心 如果看見普通人 非喜愛的也不是怨家 那就沒有怨 也沒有喜 如果想要去除 喜怒 那應該把這個邪念 跟色能 要一起去掉 下面這個比喻非常好 比如一個燒融化的金 這個金雖然很寶貴 但是燒得很燙 已經融化的金 它會燒身 雖然是金很寶貴 但是不能貪著 那你如果說想要去除 這個燒身之害 不能夠只想 不要火而留下金 事實上 金就伴隨著火 這個五欲就伴隨著禍害 熱一定是伴隨著苦 那是一定的 你不可能只想要熱而不要苦 要當金火聚氣 所以對於美色不要貪著 下面舉例 如賓婆蘇羅王以色 因為貪求美色而單身入敵國 在淫旅阿范伯羅房中 冒著危險自己 那這個故事在角柱十三 那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自行參照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優田王 優田王以色染固 結五百仙人手足 這就是優田王 一個國王 他帶著宮女在遊戲 那宮女都很漂亮 叫他們跳舞 那個時候有五百黎玉仙人 以神竹通就從上面飛過 結果也看到這些宮女 也看到妙色 非常美妙的容貌 也聽聞他們唱歌 非常美妙的音聲 也有聞到她的妙香 結果這個五百神通的仙人 每個都退屍神通了 就啵啵啵啵 就全部就掉下來了 那掉下來以後 優田王就很生氣 他說就問他們 你到底有沒有得到飛翔飛翔定 他說我本來有 現在退屍了 那你有沒有得出產 他說我本來有 現在退屍了 那你既然退屍的話 那你就不應該在這個地方 那這經裡面描述的 那個文詞很優美 那就是說這五百仙人 退了神通掉下來以後 如折翔鳥不負能飛 就好像這鳥 翅膀斷掉一樣 再也飛不走 那優田王就很生氣 就割結他們的手足了 如是等種種因緣 是名赫色域 是名赫色域 這是岩所見 這是岩所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